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吃菠萝蜜和不爱吃的都看过来 总有一款适合你 向下一番就能很轻松的取出菠萝蜜 我只能取了两大盆 切开个开口把中间的盒挤出来 第一种吃法 完整的果肉里挤入酸奶 放上一颗蓝莓 直接放进冰箱冷冻 像这样就可以了 第二种吃法熬一份椰浆 把它淋在糯米上 抓拌均匀后取一小团 用菠萝蜜包起来 撒上椰子片淋上椰浆 是不是看起来就特别好吃 第三种吃法把菠萝蜜切成碎 加入白糖 清水 记得要小火慢熬 要不容易焦 好到像这样半透明的状态 菠萝蜜果酱就做好了 把希腊酸奶和菠萝蜜果酱混合在一起 一部分挤进模具 刮瓶 炒上冰棒棒 别看上面有些裂纹 但是贼清爽好吃 没有文具的也可以直接挖冰球 摆上破盒装饰一下 骨盒的部分前往不要丢掉 上锅蒸熟 滑一下冷水更好撕去外皮 像压土豆泥一样把它压成泥 加入蜂蜜搅拌均匀 找一个容器压实 然后切成小块 再淋上点桂花蜂蜜 吃起来粉粉糯糯的有点像绑蒂 还是像这么多软动起来 这样能保存很久很久都不会坏 这么多款鲁蜜吃法 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 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